冠军迎来锦标赛 冠军争诺战 中国迎来对阵杯美金女加拿大明星队 决战下半场 对手发起了疯狂反扑 咄咄逼人 这个时候李梦主动请营更新上场 对手万万没想到 李梦上来直接一波王炸输出 打梦对手 原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第三届比赛的最后四分钟 看下李梦的精彩表现 对方杀到篮下 上篮不住 造成了小宝的犯规 目前场上比分六 四比六十 中国就来进顶先对手四分 对手第一发不住 中国目前场上的阵容 刚刚是王思雨和李梦同时上场 内线是张立平 四号为孙孟然 三号为李梦 二号为伍彤彤 一号王思雨 两发一中 王思雨给到孙孟然 对方收集了联防 看一下李梦 中国突破给到五通通 急停跳投 篮板球 孙孟然拿下 中队这边重新组织进攻 孙孟然给到李梦 弱侧的四十五度三分 好球 李梦也是刚刚上场 一级外线三分命中 分差来到六分 全场比赛 李梦拿到五分 看一下对方的进攻 突破之后的机停 篮板球 张立平收下 给到王思雨 中队这边反击速度很快 看一下李梦 漂亮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王思雨和李梦之间的连线 中队的进攻打得是心灵流畅 第一发命中 李梦两发全中 连打五分 中队已经领先对头八分 中队来这边 锁了个定人防守 对到墙车 杀到篮下 对手上空来不进 把篮板球被加拿大民心队抢到 突破之后的机停 篮板球 再次救到对方的怀中 外线的三分球 篮板张立平 再次被对方抢到 中队来连续三次丢了篮板球 最后时刻张立平 还是非常及时的 控制着一个关键的篮板 王思雨 突破篮下 给到孙梦然 好球 王思雨连续送出漂亮的传球 彻底把中队进攻盘活了 王思雨的助攻 孙梦然李梦的终结 动队连续的得分 打了一波得分高潮 这边推了对方进攻犯规 球向给到中队 这边 71比61 动队领先10分 打了一波6比0 武通通这边的防守 也是非常的强范啊 思雨杀到篮下 给到孙梦然 武通通 再次给到李梦这里 四着五度三分 好球啊 中国女赛打了一波10比0啊 特别是李梦和王思雨上场之后 已经领先对手13分了 李梦也是拿到了10分 上来之后连打7分 卢卡斯 11点7秒 李梦又获得两次罚球 这就是李梦的个人能力啊 这分非常的爆炸 球队上来之后 球队陷入困境的时候 作为中队女赛的核心 李梦也是挺身一出 好球 第一发命中 看下李梦的第二发 两发一中 安排球 正面孙梦然 非常积极的抢到 中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 武通通 中距离 漂亮 76比63 东在领先对手13分 这样三件比赛结束